哈喽你们好呀我是小杰 今天又收到了一眼大佬给咱们投稿了这个急速空港啊 用这个冰坡跑的 但是呢这个冰坡还是一个灵改装的一个状态啊 还是用手机60帧跑出这么一个1分30秒的一个记录 军途还有那么一些些失误的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说这个跑板呢只有冰坡才能这样做的啊 真的是太湿滑了呀 这个小朋友运用呢也是非常的到位 有很多地方呢就可以直接弥补这个CWW啊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这个冰坡在没有改装的情况下来 来到了这个比较狭窄的急速空港啊 还是看着非常的快的啊 要是这辆冰坡在满改的情况下的话 控制这个地图就是非常的难了 现在速度没有那么快还是相对好控制一些 我是真的太喜欢冰坡的这个机器了啊 完全是不缺的 哪怕是零改装 他也是不缺机器啊 这一点也非常的好 这一位大佬呢还给我投稿了一张地图 也是用冰坡零改装跑的 他相差一个机甲车的记录呢 也就只有几秒啊 你要知道一辆零改装的冰坡 对比于机甲车满改装 只相差了个几秒钟是一种什么概念啊 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一辆车的容错率到底有多么的高 他在某一些地图呢真的是占了非常大的优势 估计现在已经有很多玩家已经开上冰坡了吧 哪怕是一辆七线车 你没有改装你玩起来的手感呢都是挺不错的 就是这位一眼大佬告诉我的